文远和苹果整个阵营 我只要犯的反对阵营 就赢了糖,输了厂 因为表面上就会多11万港购费 梁先生的广告也很好,很得体 它定位为一个搞笑广告 这真是一个搞笑广告 其实是它们的一些铅牢既穷 我都觉得简直是已经没办法才有办法 整个《苹果日报》 今次就会变成一个赤赤裸裸的党媒 一个攻击中国的党媒 所有其他广告商是不会喜欢这样的 即使今天梁先生也说得对 以前的党媒可以当看不到 因为你的广告和你的评论和你的新闻 可能也有少许分别 你的广告就是广告卖旅游、卖药厂 但现在不是了 现在你的广告是因为政治的成分 假设后日或大后日有个药厂 想着卖全版广告 他真的会犹豫的 人家会想 前两天有一个很搞笑的政治广告 在这里 这东西真的像一个区议员单张 为何还要这样放呢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人一旁书间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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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